美国跟台湾的关系的确是最重要的一个朋友 美国今年年底要选总统 两位老人家又要再度重逢的感觉 因为现在川普在很多的州都赢得了初选 但是也有些州都不准他选 反正就是搞得有点乌烟瘴气 他们两个人不管是谁的话 跟台湾之间的关系到底会有什么样子的变化吗 佩姐我跟你说 其实我们台湾人对于美国总统的关注 是超过我们的想象 对他们的选次 上一次选的时候 哪一周几个选举人头等等 但今天我们先不讲这个 今天现在讲民调的变化 拜登大条了 这几天最震撼一件事情是 拜登他居然在纽约时报的民调当中 不满一度拿到了四成七快五成 这是什么概念 纽约时报在过去六十几年以来 从来在他的社论 没有支持过任何共和党的总统人选 而且社论是很明确 就是支持民主党的人选 这个有点这样子类比 有点不论不类 但我还是类比一下 你想像今天有一天 自由时报做了一个民调说 小英总统不满一度快五成 你会觉得事情大掉 因为会有机构效应 所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拜登现在最大的问题 我总理来讲 最大的问题 现在支持他的人当中 还继续支持 上一次投他 这次继续支持他的 只剩下八成 八成三 留掉了 一成七 而这一成七 恐怖的地方来了 有10% 留去给川普 10%的支持者留给川普 这样一来一回 而川普在2020年的选举的时候 他的支持者 这一次会不会继续支持他 97%继续支持川普 我的妈呀 所以我先讲结论 我们等一下会讲 现在两名各自面对状况 结论是 拜登很有可能遇到对手是川普 而且现在状况岌岌可危 他的问题在哪里 拜登政府现在面对到很多问题 包括中东的局势 二乌战争等等 但最核心最核心 两个课题 第二课题 通膨 美国通膨非常严重 所以怎么会有一个总统 他的民调跟美股 完全相反的走势 美股超好 美股好到 你买哪一支美股不赚钱的 只要买美股 过去这几个月以来 是大赚特赚 结果美股一直往上飙 结果他的民调一直往下 所以通膨因素 大家认为说 你股票很棒 可是通膨很严重 没有处理 第二个更是关键 移民因素 我跟大家讲 这个10%那里流失掉了 在四年前 三年多前 拜登完全碾压 共和党的对手 他的做法 他的一个最关键的比例是 有色人种 劳工阶级 支持他的比例 高达7成2 7成3 碾压 那个共和党 不管任何对手 他当时是跟川普 跟川普 赢5成 有色人种 加劳工阶级 赢5成的选票 今天最新民调做出来 47%比41% 只赢共和党的任何人选 你把川普放进去 只赢6% 从赢50%变赢6% 所以我要讲 拜登他核心的因素是因为 他包含他对于美墨边境 很多非法移民是比较放宽 然后认为说 跟川普不一样 什么足起什么围墙 他们认为人权至上 可是这几年 美国人民发现一件事情 非法移民来 抢得我的工作 通膨 你股票好 经济发展 国家整体国力强 可是通膨因素 没有解决 所以在这几个状况底下 导致了七大关键州 因为我们知道选举人头 他们是安德选举人都还算 你赢几个州你就赢 阿里松纳 乔治亚 宾州 密西根 北卡 内华达 跟威斯康星 七个关键州 以死死个名票 全部都输川普 不瞄 不瞄 所以现在他唯一能够救的 很多人在讲 3月7号 他会有国情之文 他可以报告做什么 有人认为 现在拜登非常麻烦 因为 他有利的地方是 美国认为说 他没有派出实体的部队 到 二无战争 是对的 援助武器 侧面帮忙就好了 可是有人 现在开始放一种话 说如果拜登连任之后 那就会派实体部队到乌克兰 就是这个两个因素都有在竞争 所以国情之后会讲什么 很特别 大家也会关注 那川普的部分 目前川普在共和党 现在只剩下一个对手 全部都退选了 胜海力 对 胜海力 那现在的状况是这样 他跟海力 正常来讲 川普我们认为说女性会很讨厌川普 结果没想到 基本上 现在 不管是海力 川普跟拜登 川普在女性没有特别不好 然后呢 川普现在的状况 除了 华 那个Washington DC 在共和党的初选 海力 有机会赢以外 其他地方基本上是被碾压 然后再来更特别的地方是 在四年前当时拜登的初选 在共和党里面 他是靠民调赢的 当和共和党的党代表的投票 党代表的代表票 他都没有赢 你要想象 你要想象 就是他们有一部分是民调 有一部分是党代表投票 对 结果党代表投票 他都没有赢 结果居然在3月2号 川普 秘书里 密西哥 爱达河 三周握244张党代表票 川普全面的碾压 所以现在其实没什么 我想结论 共和党的初选 川普就是赢了 所以拜登对川普的戏码 其实非常非常的明确 就是这样 抢救拜登大兵好了 天哪 啊 好啦 抢救拜登 拜登现在输几% 我们现在派出 轻轻松松 我们随便都10%的好不好 我们派出最精锐的队伍 收你300万美金好不好 抢救拜登大兵 收你300万美金 好不好 收2亿美金的 你才收300万 我收300万 雇万费 好不好 麻烦一下 拜登加油